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 同多斯桑托斯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安友好合作 同意携手努力全面深化中安战略伙伴关系 把两国传统友好优势 安格拉是好兄弟和长期战略伙伴 2010年正式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5年来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取得显著成果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相信总统先生此次访问 将为中安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安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互有虚拟角度 把握中安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增强政治互信 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和完善发展道路 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理解和支持 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 密切政府部门 立法机构 地方等交流 致力于深化合作共赢 中方愿意同安方一道 把两国传统友好优势转化为合作共赢的动力 全面深化 促进中非共同发展 让双方人民深切感受到中非友好 多斯桑托斯表示 我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安中加强并拓展合作 将极大推动安哥拉发展 安方愿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同中国的深厚友谊 充分发挥两个选择 中方愿同包括安哥拉在内的非洲友好国家 保持密切沟通 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 为中非关系和互利合作作出新的规划和部署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经贸 交通 电力 金融等领域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